主席 各位委员 文言委员 洋人府 孔启 陈秀卿 钟绍和等26人临时提案 针对部分农保 被保险人不知其不符合老农津贴请您资格 因未受告知 且未在65岁以前退出农保并加入 转加入国民年金 导致现在谁年满65岁却无法加入国民年金体系 以保障几晚年经济生活一事 要求行政院应处相关单位重视此种现象 尽数研议解决方案之外 应主动清查现有农保被保险人 将借65岁却不能勤零老农津贴之人数 必应造册禁述 主动告知其潜意内容 让其有机会选择留在农保或转入国民年金保险 是否有当 请公解案